来关心的是美国联邦的消息 大联盟各个队都已经陆续展开春训 那精英队的头部手 包括我国的女美头手陈伟英 也都回到球队的春训基地 为在博尼达州的萨尔索塔来报道了 对 那么经过将近一个礼拜的训练之后呢 陈伟英也向UDNTV 就要体育新闻的采访小组表示 自己的伤势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呢 他就是要把落后的体能状况给找回来 请看就要体育新闻采访小组 从美国传回来的第一手消息 我们所在的地点是精英队在 佛罗里达州萨索塔的春训球场 我们可以看到球员已经在我们的身后 进行热身准备展开一天上午的练习 陈伟英轻松和队友传接球 春训所有练习都能够跟上球队脚步 先前开到的右膝盖经过附件 已经没有问题 上次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现在就制造了进度走 那也非常进度也非常顺利这样子 体能上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到 就是教练可以要求的那种程度这样子 反而顺序还有时间 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可以的话 就是尽量把它调整过来 除了体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调整之外 应在和队友练习起来一派轻松 不过金英在这段期间补强了不少投手战力 让陈伟英在争取前三号的先发位置 增加了不少竞争对手 无论金英在春讯期间做了哪些战力补强 陈伟英依旧维持一贯态度 每次的练习都好好做到位 只想在开季的时候投出一场又一场的好球 带给球迷精彩的比赛 雨电TV吴嘉佑张一琪 美国SARSOTA报道